我是一個教養專家 人們都叫我專家 因為玩具只要經過我的手 都能變成教養神器 不信 給看 掃法是用來掃地的 你看小孩是不是都乖乖聽話玩玩具了呢 蛤 那是誰 什麼 他就是那個組織兒童生理的職能治療師 而且上過眾多談話器節目 每次介紹玩具都讓家長小孩愛不釋手 本人卻非常力量的黃彥均黃老師嗎 可惡 他竟然知道怎麼讓這款 有兒掃地清潔工具組 透過運用玩具仿真 但是幾乎沒有危險的造型瞬機 可以在玩樂的同時 訓練手臂的肌肉跟協調性 更可以 更可以藉由打掃遊戲養成按照步驟 完成目標的習慣 孩子不是不願意收納 而是不知道從何開始 而且送禮也很適合喔 什 什麼 居然還能夠讀心 知道我在想什麼 實在太厲害了 好 大家好 我是黃彥均黃老師 爸媽是否常常因為孩子不願意做家事 或是自己玩了玩具不肯受而感到困擾呢 其實從小讓孩子在玩的情況下 沒有壓力的練習 這樣更可以培養良好的習慣喔 像這組玩具 幼兒掃地清潔工具組 拿起來非常的輕巧 造型又可愛 小朋友不會覺得吃力 但同時可以練習大小肌肉 重點是呢 它收納非常的方便 還可以讓孩子練習 用完腰龜類的習慣喔 是個很好的玩具